今天是星期二 我是Jacky 那么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盘面呢 还是波动起伏非常剧烈 尤其是比特币上涨了20% 目前价格呢已经是突破了47,000美金 在47,000的整数关口上下震荡多空 博弈非常激烈 除此之外呢 澳元方面 澳元兑美元呢已经是占到了0.77上方 澳元兑人币呢是上冲到了4.97附近 英镑呢也是昨晚大幅上涨 黄金呢也是从1800下方反弹到了1834美金附近 澳洲各股方面今天表现普遍上涨幅度较大 排在第一位的是麦考瑞投行 是澳洲本土的最大规模的投行 那么他上涨了7% 排在后面的呢 有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农业股 CJC 那么还有后面的Sick 也是我们此前跟大家多次关注到的 因为澳洲呢 如果是鼓励就业 降低失业率是政府的主要目标 那么在未来呢 Sick这样的找工作的网站呢 依旧是有非常不错的前景 并且呢 政府也会加大在找工作 或者是工作培训 以及职业培训上面的财政投入 那么下跌幅度比较大的呢 是CCP 它是一家讨债公司 那么此前呢 也是大幅上涨和ABCP呢 有同涨同跌的态势 那么很多朋友就问啊 现在呢 很多欧美国家的居民 或者是澳洲本土的一些local朋友们 他们老外 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面呢 开始形成了储蓄的良好习惯 这个习惯一向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但是呢 现在疫情之后 大家发现还是要存点钱 不然的话 一旦失业了 我们就房贷 车贷 没得还 信用卡 账单 一直在增加 负担负债都在增加 但是呢 生活如果是没有存款储蓄的话 其实在突发事件面前 还是非常被动的 因此呢 老外在最近半年的储蓄额度 是大幅增加 这就导致了资产市场 资产上面 或者是资本市场上面 虽然央行一直在持续的向市场注重 注入这个流动性 但是呢 整体上来讲 很多钱呢 依旧是放在了固定投资 或者是低风益 这个低收益和低风险的一些 比方说国债上面的投资 这就导致了市场上 目前的流动性依然是不那么足 所以呢 澳联储也好 美联储也好 虽然是在某种对外官宣的程度上来讲 美联储呢 是降低了货币政策的预期 但是呢 市场上依然认为 目前资本市场上 流动性还是政府所要考虑的核心因素之一 那么如果是这些人啊 尤其是散户朋友们 或者是澳洲本土的居民 把钱都存在银行里了 是不是就意味着市场上的钱会越来越少 尤其是他们炒股 炒了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最近美国市场虽然一路高歌 但是风险是在加剧的 就是一旦散户出现撤退的迹象 那么后续呢 有可能会引发踩踏事件 那么很多华人朋友们就问这样的问题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呢 在目前的状态下 这些啊 从以前没有太多做过股票交易的朋友 虽然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好啊 大家可以随时把股票卖掉去买面包吃啊 去请客去出去玩 但是呢 这一部分资金毕竟是股票市场上的少数 目前呢 美国的数据同据呢 80%的股票资金呢 依旧是持有股票的总数呢 是在40%人手里 而这一部分人群呢 他本身股票资产的投资 只是家庭资产的一部分 可能只占到了30%40% 那么其他资产呢 像房产啊 他们已经是 比方说有五套六套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 可能大家在股票市场上 投入资金比例呢 并不这么高 可能只有几万澳币啊 甚至十万澳币 那么更多的更大的玩家 他们属于哪一类呢 属于过去就是高净值收入的群体 在本次股市上涨的红利中 才是获得收益最大的一个群体 那这一部分人呢 他们不会把资金轻易的 从股票市场中撤出来 因为他们在撤出来之前 要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呢就是 未来股票市场啊 他所持续的红利 是以政府支持为背景的 那政府到底是什么时候 有可能会缺减 对股票市场的支持 那么目前来看 短期半年内 是不太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 第二点呢 就是除了股票之外 有没有更好的替代产品 对于这一类人群来讲的话 他们本身的房地产啊 或者不这个固定资产的投资呢 已经是占到了 加薪资产的反应二三十 最终对于他们来讲 流动性不好 或者变现能力比较差的 房地产市场呢 不再是重点投资领域 而商业物业呢 在未来经济不景气的预期下呢 并不见得比 能够上市的一些 有上市公司的 商业物业的股票 回报更高 或者收益更稳定 或者流动性更好啊 因为我们想撤退的时候 要马上能够卖掉股票 就比方说我们买房子好 还是买房地产的股票好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 可以看一下 Real Estate和Dominion 两家澳洲最大的 线上房产交易平台 那么他们在过去的 股价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还有同样的逻辑上 就是思考 到底我们是在线下 开一家二手车行 还是我们去直接买 Cartels的股票 这都是在这个 新进的或者经营阶层 他们所面临的一个选择 在没有更好的替代品之前 他们是不会轻易 从股票市场撤出 反而呢 随着美国市场一路高歌 但是澳洲市场呢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面 涨幅并不是那么明显 相比美国市场 所以说很多资金呢 就开始逐步从高估值 或者是已经大幅上涨股票 慢慢回落到 回退到 此前被低估了 那么没有大幅上涨的 一些行业和股票领域 所以说大家也不必要担心 CCP或者Outpay 这样的股票 价格可能会突然发生闪风 因为背后的资金呢 他们不会在 没有新的更好的替代品之前 退出市场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是想要获得更多的资讯 欢迎关注我们视频下方 给大家留下的微信号和电话 以及我们的邮箱 再次感谢大家对GoMike的支持 谢谢大家 詞曲 李宗盛